听说国内这个张雪峰老师又道歉了 他说了一个观点呢 文科生都是服务行业 这样的引起很多文科生的不满 我呢想来谈谈我的看法吧 给咱们张老师呢说两句话 打抱不平 然后呢让我们文科生同学和家长先稀怒 首先呢很多人都是服务行业 对吧比如我做教育 我就是服务行业 你看我后边这些布置会场的这些人 他们的经理 这也是服务行业 你说是医学法学教育社工甚至商业管理 这都是服务行业 对吧服务人的就是服务行业 现在住的酒店 所有这些酒店工作人员都是服务行业 所以我呢并不觉得服务行业呢 会挣钱少没有前途低人一等 反而我觉得呢 如果你能更好的来服务 别人呢不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事业 而且呢有很好的满足感 比如我们从事教育 我有很多同学呢是搞社工的 那他们就说我虽然挣钱不多 但是呢我的工作呢非常满意 我在每天的帮助别人 那你说这个大律师 咨询师 CEO经理 对吧 那他也是服务行业 那么咱们缓回来 说理工生 我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呀 学的核电和计算机 那理工科你说马农也好 工程师也好 那他们是不是服务行业呢 他们不是服务行业 他们是服务服务行业 他们是服务这些文科生的 是服务他们的经理 然后他们的经理呢去服务客户的 那你说我当了理科生 去服务文科生 那我是高人一等吗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 对吧 而且呢有一个说法 在美国呢这个社会呢 就是让文科生运行的 美国的以前的这几任总统啊 只有卡特总统是有理工科背景 剩下什么里根呀布什啊 克林顿呀奥巴马呀 这川普就更别提了 就都没有什么理工科的背景 他们都是文科生 所以呢我想总结一下 就第一呢 这个职业呀 不一定有高低贵贱之分 而你做什么事情呢 能够满足 如果有成就感 这个呢很可持续的一个事情 不必呢觉得说呢 哎我干了服务行业呢 我就是有羞耻感 生活 我是完全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 做文科生呢 更比人家有这样的感受 另外一个呢 我想说其实服务好别人呢 这是更难做的 这样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多的 大家知道呢 在美国现在工作就业岗位 最多的并不是马农 并不是计算机 而是服务行业 不管是在医疗服务 还是社区服务 还是酒店服务 那他需要服务行业 当然就需要相关的管理人员啊 会计啊律师啊 可能也需要理工科的马农 像我原来这样呢 为这些服务行业的人员来服务 所以大家呢 也少骂一骂张雪峰老师 我呢其实还很敬佩张老师的 我虽然没见过这个人 但是呢神交很久 他这个人还是很正的 很真心的 而且他的业务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而且在他的视频里面呢 多次推荐了我当时的母校 叫哈尔滨工程大学 我一直呢觉得他呢 帮助到非常多的中国的同学 在求学立足方面 有很好的建议 是很好导师 我也很尊重他 大家呢还是不要为难他了 文科生也是好样的 服务别人呢 并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理工科的学生呢 你们将来呢 绝大多数都是要去服务文科生的 所以大家都放平心态 学好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能够创造价值 服务他人 好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还不错 也能帮助到 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